云之雨掀起观众热潮 于书欣、徐凯绝美互动甜蜜上线 喜迎爆红新剧 备受瞩目的古装剧 其今朝原名先见六 其今朝由九五后女星于书欣和徐凯搭档主演 最近引起了广泛关注 该剧的预约人数已经突破了百万人次 而剧组释出的新版片花 更是让观众对剧情和演员的表现充满期待 在新版片花中 徐凯与于书欣一同牵手光势集 画面温馨浪漫 徐凯更是俏皮地捏了于书欣的脸颊 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甜蜜和默契 这一幕不仅让粉丝欣喜不已 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之前 对于两人缺乏CP感的负面评价 于书欣和许凯的搭档演出 为其今朝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两位主演的默契互动 更是成为剧集的一大亮点 观众对于这对搭档在荧幕上的化学效应 表现出极大的期待 相信他们能够为观众呈现出一段 感人至深的古装爱情故事 此外 剧集的预约人数突破百万 也反映出观众对于其今朝的热切关注 这部剧不仅吸引了于书欣和许凯的粉丝 还吸引了更广泛的古装剧观众群体 预约人数的飙升预示着 该剧在播出后可能会掀起一股热潮 成为近期值得期待的古装佳作 于书欣凭借在苍蓝角中的出色表现 赢得了观众和业界的高度认可 今年 他在云之雨中再度展现了他卓越的演技 吸引了更多观众的关注 这使得他的演艺事业 迎来了新的高峰 备受期待的两部带播剧 更是让粉丝们充满期待 《永夜星河》中 于书欣与丁雨昕的合作备受期待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默契搭配将为观众呈现 怎样的精彩故事引人期待 而与徐凯搭档的齐金昭更是受到瞩目 两位主演的搭配引发了广泛关注 剧中男主角的静演更是让观众充满期待 在齐金昭中 徐凯饰演的《月金昭》和于书欣饰演的《月琪》 在屋檐村相伴三年 建立起一段神奇的共鸣关系 然而 他们对各自身世的真相却一无所知 两人决心携手闯荡江湖 寻找并揭开往事的记忆 然而他们却意外陷入了启魂 圣宗的叛乱以及洛家宝血迹等神秘事件之中 在对抗启魂圣宗的过程中 月琪被封印的记忆和情感意外的被开启 这个转折让故事更加颇朔迷离 也为主人公们带来了更加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体验 他们将在这场危机四伏的冒险中 揭示背后的阴谋和真相 同时也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月金昭》和《月琪》的神奇共鸣关系 不仅为故事增添了神秘色彩 同时也是整个情节的关键所在 观众期待着两位主演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江湖中 如何解开记忆的封印 迎接挑战 展开一段感人至深的冒险旅程 其今朝的预约人数突破百万 显示观众对这部剧的极大期待 而剧组发布的新花絮 更是让观众心花怒放 在花絮中 徐凯与于书欣一同在市集漫步 两人牵手时不时对视而笑 更有甜蜜的合照 二人还一同品尝棒棒糖 互动宛如热恋情侣般甜蜜 而徐凯更是俏皮地用双手 捏了于书欣的脸颊 最终紧搂着他欣赏市集的烟火 浪漫指数简直破表 这段花絮不仅令粉丝们欣喜不已 也让更多观众对其今朝的故事情节 和角色关系充满了期待 徐凯与于书欣在剧外的默契和甜蜜互动 更增添了观众对两位主演 在剧中恋情发展的好奇心 这样的花絮不仅成功营造了浪漫氛围 也成为推动剧及关注度的一大利器 为观众打造了异常感性而温馨的预热 于书欣于徐凯在新剧中展现出卓越的默契和出色的演技 这让观众对他们的配合充满期待 而在剧中的甜蜜互动更是让粉丝们心花怒放 成功改变了之前对于两人是否有Chemistry的负面评价 这部新剧的突出表现 不仅让于书欣和徐凯的个人演艺事业迎来新的高峰 也为他们共同打破了所谓的无CP感定论 观众对于两位主演在屏幕上的默契和甜蜜互动充满期待 相信这对荧幕情侣将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 罗云熙新剧《水龙吟》曝光妆容 挑染白发展现独特东方气质 12月2日 根据咪姑娱乐在线的报道 罗云熙的新剧《水龙吟》于今日正式开机 这个消息如同许多粉丝 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终于实现 唐力慈在剧中的装造展现出一种介于人 神、妖之间的独特气质 令人印象深刻 细节之处更是刻画得十分入微 充满了浓厚的东方风情 罗云熙的新剧《水龙吟》的开机消息 无疑让许多影迷兴奋不已 这位青年演员以其出色的演技和颜值备受瞩目 而这部新剧的开机意味着他将迎来新一轮的表演挑战 唐力慈在剧中的造型设计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他成功展现了一种神秘而独特的氛围 使整个人物形象更加令人着迷 唐力慈的妆容不仅在表达角色的性格特征上做到了精准 而且将东方元素融入到装面之中 呈现出一种独具魅力的东方美感 这不仅使得角色更加栩栩如生 也让整部剧在视觉上更富有层次感 整体而言 罗云熙主演的《水龙吟》在开机之初就吸引了大量关注 唐力慈的妆容设计更是畏惧及增色不少 观众对于剧情的期待与对演员表现的关注 将随着剧集的拍摄逐渐升温 相信这将是一部备受期待的作品 《剧西水龙吟》是由陈骤飞指导 罗云熙领衔主演的一部玄幻武侠电视剧 该剧改编自腾平的小说《千结梅》 故事围绕着当朝国账的义子唐力慈展开 他调查江湖凶案的过程中 逐渐揭开了江湖黑幕的故事 这部电视剧由陈骤飞导演 罗云熙担任主演 无疑引起了广大影迷的热切期待 罗云熙凭借其卓越的演技和颜值 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而这次他将挑战玄幻武侠题材 为观众呈现一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 同时 小说《千结梅》原材料的改编也为这部电视剧赋予了深厚的故事底蕴 故事已唐力慈调查江湖凶案卫线索 揭示了江湖中隐藏的黑幕 必定会为观众带来一场扣人心弦的武侠冒险之旅 陈骤飞导演的指导功底和罗云熙的出色演技相结合 预示着《水龙吟》将成为玄幻武侠剧中的一部亮点之作 期待这部剧通过其独特的故事情节和视觉表现 为观众带来一场全新的视听盛宴 罗云熙在《水龙吟》中的妆容首度曝光 他选择了一种挑染白发的造型 展现出浓郁的东方美感 这一妆容设计不仅凸显了角色的神秘与深邃 同时也为整个剧集注入了独特的东方元素 白发的挑染设计不仅符合玄幻武侠剧的氛围 更使罗云熙的形象更加独特和引人注目 这种妆容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装饰 更是对角色个性和内在世界的深刻刻画 通过这一妆容选择 罗云熙成功地为角色赋予了一种脱俗的仙气 彰显了他在表演中的深度和专业度 挑染白发的妆容设计为《水龙吟》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氛围 也让观众对罗云熙在剧中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这一造型季章显了主人公唐利慈的特殊身份 又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优远的东方美感 为观众带来一种全新的观影体验 期待在剧集中 这个崭新的形象将带来怎样的角色演绎和故事发展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